跟大家说 我虽然很有钱 但是我的乡公 早就去了 我一个人带的孩子 真是不容易啊 我相信 你们的妻子跟我一样 等待着你们早日回家 兄弟 听我一句劝 别让你的妻子大好莲华 在等待中度过好吗 回家吧 对 这位夫人 大叔 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 我们回家 我们再也不会收任何人的收买 是啊 我们一定要 工作人 好 你们看 让女人来处理事情 的确是办公了 看来女人当不快是对的 我说的不只是单单 你们爱什么爱 我的意思是说 以后多招几个女人 好 厉害啊 几句话 就话干戈 回鱼博了 赶紧回去跟家人团聚吧 儿子 爹带你去湖边看鱼 好不好 你那边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先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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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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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戏嘛 没错 精彩程度啊 连李秀才都变不出来 经过这一天 我感觉我来卧龙镇的捕快啊 是对的 蛋蛋姐 班头说了 以后多招心女捕快 那你就不会一个人那么寂寞了 蛋蛋的 刚才我看见你好像在写什么呢 高大人 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好 蛋蛋 蛋蛋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张军夏那边怎么样 我没见着他人呢 那菜市场的事情算是摆平了 我还以为 你有多么大的事要跟我说呢 就这事哪说不行啊 走走走 咱们接去说 高大人 我真的有话要跟你说 咦 到底什么事啊 既然我龙镇已经没事了 我想 又想辞职不堪了 军事做错 不 我想回去白马镇 什么 太感人了 不会是大老虎吧 不会是大老虎吧 李秀才抓获到老虎 李秀才抓获到老虎 不是为一个有趣的故事 可以记在书上呢 说不好哪天成为历史家伙 无所谓说 她的故事 她的故事 改变了 你都不被刺进了 你同居住 不步呀 你和我 你和我 我心事重重的样子 就是 对了 咱们应该商量一下 该如何对付张军夏 还有 那我先回去了 好吧 丹丹 丹丹 是不是累了 回家休息了 丹丹怎么了 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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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休息 我看到那个张军夏了 还有那个 你 还有那个大财柱 他们回来了 高大人 你别害怕 他们的人 已经被打发走了 丹丘仔 你接着说 他们哪 他们正在我家呢 走 什么 看看这 走 走 走啊 这 这谁干的好事啊 渡户子男 这还真像她的风格 渡户子男也太逆了 笑笑笑 一个是大地主 一个是朝廷的命官 我看看咱们 谁能笑到最后 哥之房 放人哪 放人 想的往下 放人哪 放人哪 这怎么回事 这可是朝廷的命官 在咱们镇受欺负 这伤不起啊 要不我现在去找丹丹吧 不 可是 只有丹丹能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他现在需要冷静 还是咱们自己想办法吧 冷静 我跟你说啊 我跟他没完 那依张大人的意思是 回去 告诉大总管让他派人来 把卧龙镇全给我灭了 这样一来 以后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更方便了 去去一个卧龙镇 大总管当然是手道擒来 可是 张大人您是否记得 我们来此地的园役啊 咱们来不就是 为了招揽节度使 给韩公公做后援呢 大人您记得就好 您说 像招揽节度使这样的大事 万一走落了风声 皇上有所察觉 那韩公公可就 真是的 多亏吴老爷提醒啊 我都忘了 你说 难道咱们 就这么算了 依我看 咱们先来个换兵之计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好 高明 高明啊 高大人 你冷静一点 又不是我们的错 更何况 我们手上有这本李秀才写的 卧龙镇地方志 上面把整个来龙去脉 写得清清楚楚 实在不行 我们就拿给皇上看去 袁大人的 你 你能不能不那么幼稚啊 那朝廷 是像咱们这样 九品七品的官员 随便进出的地方吗 还要把事情 报给皇上看 高大人 我以为你在担心什么事情 我们进不去 那清差大臣 可以随便进啊 我现在就去拿给他 站住 高大人 你放心 清差大人 一定会帮我们 你还没有搞懂 当今的形势啊 难道你不知道 现在朝廷 已经不是皇上说了算 都是那个 韩公公 他在一手遮天 大圈独揽啊 而且现在皇上 是在他的阴危之下 苟且偷生啊 如果这个时候 把事情报上去 不仅仅会雪上加霜 更会害了皇上的 那现在怎么办 只能先来一招 换兵之计了 先安抚一下他们 他们心中有鬼 没准就会 大事化小 小事化凉了 嗯 爱丁宝 我对不起你们 我还是走了 也不会再赶紧 争儿子了 你为狄生 服输这么多 你比我更趁据 狄生就交给你了 我准备你了 我丁宝 你为狄生的 我丁宝 我丁宝 你为狄生的 大人 他们来了 来了 二位大人 二位大人 您二位来了这么久了 我也没记到地主之遗 的确照顾不周 请大人多多海涵 多多海涵啊 其实这次吧 不 上次 有话快说 别吞吞吞吞的 好好好 那小人就长话短说 其实这件事吧 你我都有失责的地方 所以说 要是报告朝廷的话 对谁都没有好处 不是吗 我看啊 就算了 算了 独孤则男 把我跟吴法天 害成这样 就这么算了 张大人啊 您总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啊 是独孤则男 没错就是他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对 没关系 他是你们镇上的人 张大人啊 你来我们镇也很长时间了 在我们护物司市场 户口名册里面 根本就没有独孤则男的登记 再说 也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证实 这个独孤则男 他是何方人士 这下不怪我呀 张大人 高大人的话 也没什么不对 烟有头债有主 吴某人也认为 这笔账的确不应该算在 卧龙镇居民和衙门的头上 吴大爷真是通情达理 替察民心啊 张大人 咱们还有要紧事要办 不如尽早离开吧 好吧 走 我送二位 请请请 来来来 这边请 秦山大人 你怎么来了 我来办点事情 张大人啊 吴老爷 就围了 别来无恙啊 这么巧啊 怎么你们也到卧龙镇来了 还不是为了原流越是 冻结财产的事吗 听说 你和吴老爷 购买了菜市场那块地 怎么后来又不了了之了呢 龚大人误会了 是我买 跟张大人 一钱银子关系都没有 没关系 不过呢 现在这件事 暂时搁置一下 搁置了 后再说 是吗 对 那这么说 张大人应该在宫里才对 怎么突然跑到这卧龙镇来了呢 我是 一年一休 到这儿来 玩一玩 转一转 年休 皇上 可是到处在找人呢 您张大人 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年休这么大的事 您都不跟皇上 打个招呼 你是谁啊 皇上身边的戴刀玉前侍卫 孟威龙 今日 特地奉皇上圣旨 拿你归案 张军下听旨 我皇万臣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兵部尚书张军下 擅自离京 滥用职权 玩乎职守 贪赃亡法 特 今日押解回京 秦子 戒指 父皇万岁 万万岁 带走 姑姑 黎生睡了吗 睡了 睡了 丹丹怎么还没回来 这么晚了 估计案情 有了新的进展 脱不了身呗 宝宝 我不是说什么 你别老禁锢着儿子 禁锢着家 你也跪下你媳妇 姑姑 我们今天早上 已经谈好了 她去专心地办案 我来照顾笛生 她还跟我说谢谢呢 我们没事了 你就不要再担心了 你呀 最好别让我担心 丁宝丁宝 丁宝宝 笛声高睡了 好了好了 笛声好了 他睡了 小声一点 你来晚了 他已经睡了 姑姑 晚饭时间差不多到了 你该回店里了 我差点忘了 我应该去照顾店里的生意了 新大哥你们聊 回头见 你又来找我有什么事 又是你干的好事吧 什么好事 张军夏和吴法天 被塞进口袋的事 好玩吗 好玩好玩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军夏是朝廷命官 吴法天是十大富豪 后边还有一个韩公公 你这次玩大了 我怎么会没想 你以为我是你 对了 今天是笛声两岁零三个月的生日 咱们去店里庆祝一下 我问你问题 你还没答复我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我儿子过生日 你不会不给面子吧 可两岁零三个月 算什么生日 这么算 笛声天天可以生日 是吧 我就是这么想的 跟笛声在一起 天天都值得庆祝 他早晚被你宠坏了 对了 丹丹的 我怎么没见到丹丹的 儿子已经好了 他当然去专心工作 我还要 我去抱笛声 他醒了 我有个问题 这次真是仰仗袁大人和高大人 二位大人的砥砺相助 孟某才得以迅速地完成任务 要不然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真是感谢 我说孟大人 你今天白天才到 没几个时辰就走 未免太辛苦了 你看这天色已晚 不如先住下来 明天再走也不迟啊 对啊 我们卧龙镇呢 有一家有名的饭庄 连仙朝皇帝 都特意来品尝 孟大人既然来了 那就品尝一下吧 是啊 那看样子 今天 咱们还不能走 千万别走 袁大人 你去安排吧 是 到底你做了什么手脚啊 你怎么知道 张军夏不会追究啊 要是再来找我们麻烦 那可怎么办呢 你说 烦不烦呢 好了 告诉你 我伪造了一份 张军夏贪赃枉法的罪证 放到皇上的书桌里 皇上看了 不管他信不信 肯定会派人捉拿 张军夏回去 无法天呢 只是一介商人 犯不着陪他背这个黑锅 肯定会啊 马上跟他划清界限 你进了皇上的书房 那有什么难 可是皇上身边 都是些武艺高强的 御前侍卫啊 都是一群笨蛋 那韩公公呢 万一他知道 肯定立报张军夏 你以为张军夏是他儿子 宫廷斗争 离不开利子当头 韩公公叫张军夏出来 绕这么大个圈的目的 主要是想通过卧龙镇 勾结周边几个节度使 给他日谋反 创造充分条件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我还是知道更多呢 不过我对这些事都不感兴趣 我只想跟我的宝贝 好好地生活下去 地生给你啊 给你啊 高大人 孟大人 请用茶 怎么回事 请 姑姑 今天生意怎么那么差 没用啊 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才没有呢 你看 今天啊 有贵客 袁大人包场的 高大人 袁大人 欢迎欢迎 艾公子 艾公子啊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京城来的公大人 欢迎欢迎 这位是皇上御前侍卫孟大人 欢迎 这位呢 艾公子 是咱们艾家小厨的老板 艾丁宝 在下孟威龙 今日有幸光临艾家小厨 品尝宝号的菜肴 真是大饱口福啊 过奖过奖 孟 孟威龙 你是孟威龙 怎么 艾公子知道我的名字 原来你就是 丹丹的师哥 对不对 顾丹丹 你说的是 白马镇的顾丹丹 原来 你真的是丹丹的师哥啊 怎么 他也在沃龙镇 他现在是我们沃龙镇 第一女捕快 第一女捕快 快 把她给我找过来 我要见她 我媳妇 回去办案了 你媳妇 哦 那是他跟我说的儿子 来 地上过来 叫叔叔 定宝 这个帅哥 真是七语不凡 出类八岁 你千万别让丹丹 跟他见面 来 丹丹连儿子都有了 我还怕他 他又不是三头六臂 哎 孟大人 既然你是丹丹的师哥 那这顿饭 你就别客气了 我来请 姑姑 哎 再加几个菜 好的 哎 艾公子 我差点忘了 来 大人请 这是丹丹 然后烧给你的 七放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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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人 怎么会这样 我们已经和解了 你是不是搞错了 哦 我知道 他是不是上周给你的 不 是今天早选 他人呢 现在应该在白马镇了 夫人 门外有个女子求见 女子 谁呀 她说是您的女儿 可是我服侍夫人这么多年 从来没听说夫人有个女儿 所以没敢让她进来 啊 娘 好 淡淡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孟大人 您今天就先住在这里吧 谢谢袁大人 这房间里边 怎么会有女人的鞋呢 这里啊 以前是淡淡住的 虽然后来生了孩子 可是现在有时间 还是会回来住的 其实淡淡 还是一个挺招人喜欢的姑娘 不过 我对她 更多是一些敬仰 敬仰 我之前是一个 什么都不懂 没有办案经验 又不懂得人情世故 没自信 又没有人生目标的一个人 但是自从遇见丹丹之后 她让我相信 我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她激发了我的潜能 让我勇于面对困境 和困难 她让我精心思考 说一切问题 说一切问题都会有答案 她还告诉我 只要坚持努力 我最终会成为一个人物 一个干大事情的人物 可是 她对她的感情 还有她的家庭方面处理的 好像不太妥当了 这个事情也不能怪她 她们两个人的相遇 应该是一场 一场 恶作剧 她们两个人的相遇 本来就是老天设计好的一场恶作剧 恶作剧 为什么这么说 爱丁堡虽然是个好人 但同时也是个浪子 她很喜欢自由 据我所知呢 她宁愿去剧院寻花问柳 也不肯接受婚姻的束缚 而单单不一样 她为了成为史上第一女捕快 她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 老大不小了 还没有成家立业 两个从来没有想成家立事的人 却不知道为什么 搞出了人命来 人命 哦 你说的是她儿子吧 来 喝杯水 当然 小布点出生不久之后呢 两个人为了投入正常的生活 一个人放弃了自由 而另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工作 为了他们自己孩子的幸福而努力 但是 是怎么能抱得住火呢 最终没有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 而各走各路 可是她儿子都已经两岁多了 而且人家爱丁堡又是一表人才 她为什么就没爱上他呢 谁让她心里放不下一个人呢 放不下一个人 谁啊 你真的不知道 都这么晚了 随便吃一点就好了 做这么多菜 做饭能让我的思维更清晰 来 吃吧 丁堡 要不 没门 我还没说呢 不就是叫我把那个女人劝回来吗 你省省吧 没门 不知好歹的家伙 叫她回来干嘛 真的以为我没有她就不行啊 错了 没有她 我可以活得更自在 她走了 我应该好好地庆祝一下才是 哦 差点忘了 放心 为了我重获自由 重建新生 今天晚上 咱们俩不醉无归 来 干杯 那 笛生呢 你有为她想过吗 我当爹又当娘 她不是一样快乐成长吗 这又何必呢 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吧 有问题吗 什么问题 没问题 现在多好啊 男人大丈夫 又何必跟那些小女人计较呢 去把她找回来吧 师兄弟 就别再提这件事 凭什么 就凭她在众目睽睽之下 给我的那封七放书 我就不可能原谅她 哪有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不对 是高大人替她转给你的好不好 还不是一样吗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我被她七放了 我已经成为史上 第一个被媳妇抛弃的男人 你让我把她找回来干嘛 有这个必要吗 以后三天两头 再把我甩了 不爱丁堡还怎么活 我不给她那封七放书 我能走吗 娘 你不知道 爱丁堡这个人 除了儿子 其他的事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他从一开始 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保住儿子 我这个人 只是可有可无的 你说这样的婚姻 还值得我留恋吗 那就当作为了儿子了 我本来也想过 就这样凑合过算了 但是 我实在是忍不了 这种尔虞我诈的夫妻关系 尔虞我诈 他这个人背后啊 实在有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总之 猫和老鼠 是不可能 合并共处的吗 猫 他老是把自己当成猫 我是老鼠 我呸 三年 他抓到我这只老鼠了吗 简直是不自量力 我要是真跟他过不去 他这几年能这么自在吗 都不知道他像过我的厉害 他确实是比我想象中厉害 本来我以为三个月 就能够揭开他的面纱 谁知道都三年过去了 我还是找不到一点 他的犯罪证据 但是从方方面面来说 我真的不可能不相信 他就是独孤则男 娘 你也知道我是个捕快 你说 我怎么能够让自己 跟一个臭名昭著的恶贼 同眠共枕呢 这样的话 我这辈子就完了 三年了 除了第一次大辈同眠 我碰都没再碰过他 你觉得我们还是夫妻吗 我还是他相公吗 可是 为了笛声 我忍了 我就是要等到那一天 他被我的真情打动 结果呢 他天天说什么王法比天大 邪不能胜正 是 守法是没错 你看 我这么多年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几乎都已经金盆洗手了 除了上次救我儿子 我把独孤则男的身份都给忘了 即便是再有不平的事 我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让他去守法去 谁知道 他还不满意 还要把我送进监牢里去 我不是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监牢 我才罢休 说实话 这几年他除了救我儿子那一次 基本上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但是 但是什么 只要每一次我跟他走近一点 我心里面就很忐忑 我就恐怕自己会住成大错 儿子都两岁了 爱丁宝就没有一个优点叫你喜欢 也不是 那你 搬过来住吧 少奶奶 我现在不是栽得死死的吗 一个长不大 一个小不点 我还能跑到哪里去 好的花 那往他的优点去想 不就得了 但是再大的优点 也弥补不了 他是个贼啊 他也知道 我的心里面一直放不下一个人 谁 师哥 我要成为史上第一女捕快 我就要跟师哥一起结伴 孟威龙 你是孟威龙 他放不下的师哥 既然这样 我又何必强人所难呢 让他去实现他的梦想 达成他为了的心愿不是更好的 这么说 是你不老实 而他对你始终是一条心 他没有别的女人不代表他就爱我啊 说白了 我能跟他走到今天都是因为笛声 没有笛声的话就没有我们的婚姻 而且两个人都不相爱 这样的夫妻关系也迟早会散呢 而且我们天天这样闹 这样对孩子也不见得是好吃吧 那既然他能把儿子照顾得很好 我在不在也无所谓啊 那不如就继续让他这样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 想干嘛就干嘛 不是更好吗 人生苦短 我不会去偷走他的快乐 他的梦想 让他去找他的师哥去吧 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偷走我的幸福 丁宝 丁宝 你说 这以后可怎么办呢 淡淡这次啊是铁了心才走的 那以后笛声和宝宝 他们父子俩怎么过呀 传道桥头自然之 你看我二十多岁就没了相公憋走过来了 将来他爹再娶房媳妇不是一样吗 小月 那可不一样啊 我知道亲娘和后娘是不一样的 可是 你想啊 丁宝对丹宝的感情还不算很深 可以的 就像我们家至大 大事小事都找老金商量 就跟亲的一样 你说丁宝怎么不行啊 没事的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不过你的婚事倒是应该抓紧的 我 你想跟老墨拖到多久啊 这件事我不想提了 美丽 你还记得那次你差点被马车撞死 老墨奋不顾身救你 就凭这点你就该马上嫁给他 我跟你说 老墨会真心对你好 情人眼里出西施 你就是他眼中的西施 我知道 可是你知道吗小月 宝宝小时候走失了 我哥嫂他们死了以后 也没人管宝宝 我这个当姑姑的 也没有尽到责任 现在宝宝的婚姻 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如果他和丹丹不和好 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 好书啊 买包子 看看 买包子 买书了 秀才最新立作 看看吧小哥 买 买 买 拿着好 你要买包子 这位兄台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们镇上的 五块孤单单的家在哪里 你是 我是他师哥 师哥 什么师哥 就是 小时候一块在学堂里上学 只是我比他年长一些 所以 我是他师哥 哦 你可以告诉我 他家的住址吧 为什么 我跟你说啊 第一 你说你是他师哥 我无法证实你是他师哥 第二呢 人家的地址 我不可以随便乱说的 万一给人整什么乱子 我难辞其就 犯不着 这第三嘛 这位兄台 我肯定是他师哥 只是我跟他好多年没见了 想见见他 多年没见 就是说 你师妹这么多年发生的事 你都不知道 对 都不知道 好 那 我推荐你看我为他们撰写的几本书 图文并忘 三四小孩都看得懂 我跟你说 这也是近几年来 乌龙镇最畅销的书呢 你买了一定不会后悔的 好 来 这几本全买了 这几本都给您了 您说固谈当驾是吧 那边呢 前面呢 前面呢就是 好 谢了 慢走啊 您慢慢看啊 不会后悔的 狄生啊 桃姐给你做南瓜羹 你最爱吃的 开心吗 开心 好嘞 这位大姐 请问一下 这里是孤单的家吗 是啊 你是 小朋友 还认识叔叔吗 认识 桃姐 狄生该休息了 是你 昨天晚上 听说丹丹离家出走了 我特地过来看看 她回来没有 进来坐 桃姐 奉茶 好 孟大人太有心了 我夫人呢 一时有情绪 回她娘家住两天 等她心情好了 自然就会回来了 毕竟 她儿子都已经生了 不能说走就走嘛 你说是吧 也倒是 像丹丹这样 思维独特 确实让人难以捉摸 如果不是非常了解她的人 往往会捉错用神 弄巧纯拙 言下之意 莫非孟大人很了解丹丹 听说你很多年 都没有见过她了 即便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 但是对于彼此的秉性 和最真实的一面 还是非常了解的 是吗 能不能说说丹丹以前 是什么样的 她最真实的一面 是怎么样的 那就说来话成了 加油 快 两边都给我动起来 把你们吃奶的劲 拿出来 快 快快 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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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继续做 没见过女生 没见过女生 为了国家设计 培养执法人员 立即变成规矩 大家必须时刻 处于自己的言行和纪律 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快 女人还想做 你笑 都别停了 别让他们看笑话 快点 不要让女人看不起你们 快点 立队 预备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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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应力 动作最麻利呢 叫什么 她叫固丹丹 学习成绩一般吧 带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听说 高大人这次出阁成立 民国上队 就是为她打招的 不可能 这你就不知道 她爹顾卫宁 她跟高知邦大人 扎扎之交 故意高强 作风很辣 是个极其优秀的著名鼓快 无许